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男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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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人的象徵物是什麼 李宗盛 男人 男人 旗 有关阴京的故事,是什么时候,什么情况? 两小岁的时候,摸得舒服。 上幼儿园小店的时候,有女生偷看。 小学生上厕所,被同学挖裤子。 笑颜欺凌! 十岁时,看她不断长大,有些骄傲。 应该是十一岁时,第一次的收音。 十二岁时,觉得她不恶心,想歇了。 十三岁时,第一次跟别人比大小。 上厕所的时候,在浴室的时候,我会偷瞄眼别人的眼睛。 遇到比我大的,感觉心里特别堵。 遇到比我小的,感觉空气都变得清新了。 以前做爱的时候,我会问她, 我的印尽,和别的男人比,怎么样? 有时,女人会说,你的是最大的。 她这句话,让我特开心,我就更爱她。 有时,女人会说,你比这个干嘛呀,多不了呀。 有时会说,还行吧,都差不多。 比这个,有什么意思啊? 我便不出声了。 还有个女人告诉我,她遇到过一个男人。 坐了半天,她都不知道,她已经插入了。 当时我就乐了。 我说,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牙签男吗? 这一句话,让我一整天,得乐不可知。 不过后来,我终于明白了。 这种对阴京大小的过多关注, 只会让我们对身体更加焦虑。 什么用,都没有。 听说,座位可以是阴京变道。 座位不是会上身体吗? 小路一清,大路伤身。 错了,错了,哪有什么大路小路啊! 只要你能做,就不会过度。 如果是真的过度了,你就入不了了。 自卫最大的伤害,是我们对自卫伤身体的担忧。 我爱我的阴京。 从小到大,她一直是我的伙伴。 玩伴,心情不好时,玩弄她,心情就会好起来。 心情好时,玩弄她,仿佛成仙。 我以前在电视幕,我们在电视幕中,